台北艺术节推出了移动式剧场 邀请慢财搭档.com.com 带领观众搭上专属公车 透过他们慢财式的幽默导览 重新介绍台北城的历史风情 票券起售才17分钟 就已经被秒杀的速度抢购一空 公车漫游听慢财 堪称是另类的台北小旅行 而.com这对慢财搭档 一边介绍台北还会一边唱歌哦 这一段你没有体验过的公车小旅行 开外大校是唯一的目的地 两位车长先生是这段旅程的新颖导师 在我们进入台北古城的范围的时候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以前的城墙 以前的城墙 等一下我们经过的路叫做爱国西路 大家知道以前台北城是东西南北门 然后城墙危险嘛 以前的爱国西路 其实就是台北门南面的城墙 南面的城墙 后来在日治时期就改成了三线路 校团台北城历史风花公车 走到哪儿聊到哪儿还能即兴现唱 一更就在三双路 月色蜜蜜蜜 在这个歌声之下呢 各位可以开始幻想 一对情侣坐在整立拉车上面 跑在三线路上 是在今后面 破音了 为什么破音了 唱片里面就是这样唱的 迪东市剧场接着开往西门町 两人更是历史风情 以都会潮流并沉 在西门町这一块 你们可以看到很多 日治时期留下来的历史建筑 是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左边边可以看到了 就是日治时期留下来的西本院寺 前面有一个宝神门遗址 接下来呢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点 什么 叫做钱贵Party War 中华新馆 两阶段演出 第一段围攻车游台北 第二段则是户外的定点演出 所以你就在这儿是不是 是 那我就直说了 是 今天我亲自来到这边 不外乎是三种可能 你知道吗 不是要直说吗 除了帮你操电表 还帮你盖被子以外 你帮我盖过被子 就只剩下两种可能 只剩下一种可能 对 就只剩下一种可能 是 那我就直说了 是 不是要直说吗 为什么要比手势啊 直说啊 把房租嘛你 我知道啊 有没有要拆那么久吗 我才没有在拆 知道就快点把房租拿出来啊 一阶段的公车游台北 票券已在起收的17分钟内 秒下一空 第二阶段的户外免费演出 则将深入台北12个行政区的 古基 庙里 广场等各色场域 洋人要用慢菜的方式 带大家漫游台北城